5月下旬,各位观众就要留意了 5月21和22日就是比较重要的日子 大家都知道,就会是两会 就是全国人大和全国政协会议就会正式开幕了 人大会议通常每年都为内地的经济政策就会定调了 今年预着一个环球的经济比较严峻的危机 我们预期中央会推出一些比较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政策 例如可能会将财政赤字占GDP的比重提高去到3.5% 减税降费的措施规模可能会去到25000亿人民币 就是比起去年同期增加了两成半那么多 当中有些什么行业有机会有些好消息呢 就是跟新基建相关的了 因为之前发现一位就特意为新基建下了定义 就是跟高科技、5G、大数据、人工智能那些相关 这类型的股份或者跟5G的相关股份 其实最近的炒作相对较少一点的 未来五月下旬要留意一下这里会不会有些正则的消息 只要恒生指数其实大股体年头到现在来说 继续都是要反复向下 这一轮有一个反弹的 但是因为经济基本面始终都是不好 所以大家都要小心 市场其实未反映了今年那个盈利萎缩的因素 这方面要注意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